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手置于身体两侧 掌心向下 全身放松 一侧腿在膝关节伸直的情况下缓缓向上抬起 直至抬到最大限度 停留3-5秒 然后再缓慢下落 重复30次左右 再换另一条腿进行 坚持练习 就可很好缓解腰痛 减轻下肢麻木 恢复腰肌及下肢力量 2.撑体震腰 躺在硬床上或瑜伽垫上 双手同样置于体侧 掌心向下 双下肢屈宽屈膝 阻掌紧贴床面 双手臂微用力上升 使腰臀部离开床面 略停几秒钟 放松腰臀部 使其自然落于床面 以震荡腰部 撑起落下一次为一组 每次可做10-20组 这个动作能够扩胸受腰 放松肩颈部的肌肉 拉伸脊柱 但注意 有严重的骨质疏松和骨质增生症的患者不适用 好了 本节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心经 我是帮您把健康延续 把美丽留住的圆圆 每天教您健康养生小知识 肝脏是人体重要的解毒器官 同时也是个没有痛感神经的哑巴器官 出现病变时不痛不痒 但若早起有下面三种情况 就要留意肝脏健康了 1.口苦口臭 早起后多数人都会出现口干 口苦 口臭的情况 多半会在刷牙漱口之后缓解 若是洗漱后情况仍得不到缓解 就要小心是不是肝功能下降 肝脏代谢异常 肝火旺盛 导致胆汁上腻所引起的 2.尿液黄 正常人的尿液是淡黄色的 而且清澈无杂质 只有在喝水少或是饮食不当时 才会使尿液颜色短时间内加深 但若是长期黄如茶色 就要小心是不是肝脏受损 血液中的胆红醋增加所致 3.眼睛肝色发红 中医常讲肝开窍于目 肝脏出现问题直接就反映到眼睛上 若是早起后出现眼睛肝色 视力模糊 眼睛肿胀等症状 都是因为肝血不足 眼睛没有血液滋养所导致的 若是眼睛发红 眼齿多 则是肝火太旺所致 好了 本期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心境 我是帮您把健康延续 把美丽留住的圆圆 每天教您健康扬生小知识 说起肾结石 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它是肾脏慢性疾病的一种 严重时甚至会发展成尿毒症 那肾结石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都和下面这三种食物有关 1.草酸食物 若是草酸在体内积累过多 并在肾脏浓缩和其中的钙结合 就极易形成草酸钙结石 如菠菜 芹菜 豆制品等草酸糕的食物 就要注意了 2.高飘龄食物 高飘龄食物摄入过量 就会导致尿酸升高 不仅会引发痛风 还会诱发肾结石 像动物内脏 海鲜等高飘龄食物 就要少吃了 3.高蛋白食物 摄入过多的高蛋白食物 就会使肾脏及尿液中的钙 草酸 尿酸等成分普遍升高 若是不能把多余部分排出 很容易就会形成肾结石 想要远离肾结石 除了少吃上面三种食物 下面这两个坏习惯也要抓紧改正 1.不爱喝水 不喜欢喝水的人 尿液中的钙离子和草酸浓度会比较高 容易导致酸钙结石的形成 提高肾结石的发病率 2.服用过量鱼干油 鱼干油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地 能够起到促进肠膜对钙磷吸收的作用 而尿液中钙磷突然增加 则容易产生沉淀 进而导致肾结石形成 好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心经 我是帮您把健康延续 把美丽留住的圆圆 每天教您健康养生小知识 经络堵塞是很多疾病的前兆 因为一旦经络不通 人体气血就不合 各种脏腑之间的联系发生障碍 疾病自然就发生了 那如何才能打通堵塞的经络呢 不妨常做下面两个小动作 1.甩手运动 双脚与肩同宽 双腿微曲站立 双手举至胸前 掌心朝下 稍用力将两臂向后甩动 每次甩到第五下的时候 配合膝盖下蹲 每天坚持半个小时以上 初次练习时 可以10-15分钟为解 然后慢慢增加时间 伸手运动能牵拉到 手腕、手掌、足根、膝部等12条经脉 从而打通经络 缓解高血压、气管炎、关节炎等多种慢性疾病 2.体前驱 两脚与肩同宽站立 双手放在身体两侧 吸气 双臂自身体两侧慢慢升起 当手抬向顶部时 手掌转向前方 两臂平行 呼气 同时上身慢慢向下弯 两手掌尽量触地 保持这个姿势5秒钟 再慢慢起身 重复15次 这个动作主要疏通的是膀胱经 膀胱经是阳气最足的一条经脉 膀胱经通了 能达到排毒散淤 屈寒散热的功效 好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心经 我是帮您把健康延续 把美丽留住的媛媛 每天教您健康养生小知识 血管就像人体的通道 连接着身体各个部位 起着输送营养 排除废物的作用 但时间久了 血管就会被垃圾附着 出现硬化堵塞等问题 严重时甚至威胁生命 若是手部出现这三种变化 就要引起重视了 一 手掌颜色变深 偏红 健康人的手掌颜色为淡粉色 如果是颜色偏红的手掌 就要当心了 千万别以为是身体气血充足的表现 这是身体在告诉你 血液已经变得很粘稠了 如果再不引起重视 血管很快就会堵塞 二 手部经常冰凉 当手部神经末烧的地方 无法得到充足的血液循环时 就会感觉到手部冰凉 不容易发热 若是在炎热的夏季 也是如此的话 就要引起重视了 很可能是血液胆固醇过高 血管狭窄 动脉堵塞所致 三 手掌发麻 乏力 若是血管堵塞在身体运动神经附近 就会导致运动神经受损 慢慢的就会影响到神经的传导能力 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 手掌出现发麻 乏力的症状 严重时甚至连东西都提不住 好了 本节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心经 我是帮您把健康延续 把美丽留住的圆圆 每天教您健康养生小知识 俗话说 药补不如食补 食补不如睡补 可见睡觉是第一补药 但在睡觉时 睡姿也至关重要 尤其是老年人 若采用了不适合的睡姿 对健康大不离 特别是下面这两种 一 左侧卧位 心脏位于胸腔内左右两肺之间而偏左 长期左侧睡就会使心脏受到挤压 不利于心脏输血 而且胃通向十二指肠 小肠通向大肠的出口都在左侧 长期受到压迫就容易引起胃部灼痛 引发胃病 二 俯卧位 俯卧位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趴着睡 这样睡觉会压迫心脏 导致心脏跳动异常 第二天起床后还极易出现眼睛充血 头晕耳鸣 上肢酸麻 疼痛等重 女性若长期保持此睡姿 急不利于血液循环 容易造成面部老化 那老年人用什么睡姿比较好呢 建议右侧卧和仰卧交替进行 右侧卧位有助于卫中内容物排出 不过时间太久 可能使右侧肢体受压迫 出现酸痛麻木等不适 所以应记得翻身和仰卧交替进行 仰卧时人体最放松 肢体和大脑血液循环都很迅长 可较好的消除疲劳 但打憨的老人不建议仰卧 好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心经 我是帮您把健康延续 把美丽留住的媛媛 每天教您健康养生小知识 月经期间是女性最脆弱的阶段 若是不能够好好保养 就极容易受到细菌气害 对身体健康造成影响 那女性经期应该如何保养呢 不妨多吃下面这三种食物 1. 榴莲 榴莲性热 有活血散寒 滋阴补养的功效 可以缓解痛经 改善腹部寒凉的症状 特别适合气血不足 受痛经困扰 以及产后恢复的女性食用 但一次不能吃太多 以免导致身体燥热上火 也可搭配雪梨 西瓜等水分多的水果一起吃 2. 桂圆 女性经期会使身体处于 一种慢性缺血的状态 而桂圆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 折糖和蛋白质等 含铁量也比较高 可在提高热能 补充营养的同时 促进血红大白再生 从而达到补血的效果 但不易多吃 若是新鲜桂圆 一天10-15克为宜 若是桂圆肝 则5-8克即可 3. 葛根 葛根中含有丰富的雌激素 而女性在月经期间 雌激素容易流失 这时泡一杯葛根粉吃 就能补充雌激素 帮助子宫排出废血 年纪收长一些的女性 更要常吃 可起到很好的美容养颜 延缓吹老的功效 好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健康心经 我是帮您把健康延续 把美丽留住的圆圆 每天教您健康养生小知识 洗澡不仅是起着清洁身体的作用 若是洗对了 还能起到强身健体 易受延年的功效 比如女人在洗澡时 多清洗下面这三个部位 就会让你越洗越健康 1. 耳朵 我们的耳朵和五脏都有很直接的联系 尤其是肾脏 洗澡时一定要多用温水揉搓 可很好地加快血液循环 骨肾 益肾 尤其是耳朵上的三角窝 一定要注意清洗 对防治高血压和神经衰弱 都有着不错的效果 2. 小腿肚 我们的小腿肚上有一个成山学 若是能在洗澡时 多冲洗和按摩一下这里 就能起到趋势排毒 加速血液循环 帮助人烧腿部脂肪的功效 尤其是经常久坐的女性 下半身很容易肥胖 在洗澡时一定要多按摩一下 3. 脚趾 洗澡时入热水冲冲脚 既解乏又有利于睡眠 但若是能注意揉搓脚趾 就能够避免汗液和细菌滋生 预防皮肤疾病 而且人体的脚趾和五脏六腑都是相通的 刺激这里就能保养心脏 调理脾胃虚弱等症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上西瓜视频 关注健康心经 更多养生小视频 在这里等着你哦 上西瓜视频 关注养生栏目 我们是今日头条健康心经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吧